重慶里找茶会好热闹 阿公阿嬷来这里聚会 有茶水有点心 和大家一起聊天开心作伴 这样的日子好悠闲 享受退休生活 为了让这个活动更有意义 里长林信修邀请社区团体 公司行号一起来参与 举办意见服务活动 让老人家换个清爽的造型 因为本来我们有找茶会 那我找茶会的话 我是想说把它结合起来 本来是一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有办这个意见 到最后我们麻省的时候一个月 因为头发大概长也是一个月 就再绣一次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早茶会跟意见来配合 把我们这个会场弄得更热闹 然后可以提供更多的长辈一起来 来喝茶然后来剪头发 甚至带个生子大家一起来聊天这样 因为我们是要邻里互动 然后关心这些长者 所以说我们来跟里长一起合办 然后照顾我们的乡亲礼民 阿公阿嬷接受剪髮服务 开心的笑哈哈 而来服务长辈的这一群年轻设计师 更是卖力的要为长辈们剪头发 用自己的专业能让他们感到开心 让自己有机会为他们付出 珍惜这样的回馈服务 感觉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里长都很照顾我们这个重庆里的这些老人 而且这些义工都很有爱心 他们已经来剪了好几次了 每次都来这边剪都剪得很好 红博物小姐大家很好 大家都来这里博物对人很好 我们也是很欢迎 我觉得里长办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很温馨 真的是对我们这些社区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个人 真的是很好啊 很温馨啊 如果可以为社会做一些回馈的话 其实很好 对啊 那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在工作 那其实我们自己在社会回馈这一方面很少 那刚好里长他没有找我们 那我们觉得 就是一起享受活动蛮不错的 当然就是用心用心去完成这个使命 原本找茶会只是让阿公阿嬷来聊天喝茶的聚会点 在里长细心安排之下 邀请更多地方团体公司行号 一起来加入关心长辈的行列 让这里的找茶会聚点更有温馨气氛 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